希望是可以兼顧就是生態的環境還有人為活動 那從那個生態來講好了 那我們生態呢是分佈在這個區塊 那主要是因為就是一方面這邊比較靠自然環境 另外一方面是人為勞動比較少 然後再來就是緩衝區的部分 是希望可以作為人為活動還有自然環境的一個中介的緩衝 並且可以帶一些比較低影響的那個人為活動進來 像賞水或是關水這種活動為主 然後在最外圍的呢就是像看到草皮和廣場的部分 希望還有那個服務區的部分是希望配置在最外圍 然後也是比較靠近主要的學校在這邊 還有那個這邊有一些住宅區為主 那我們那個分區的畫法呢其實是蠻考量到周圍的地勢 還有那個自然環境 這樣說好了看得清楚嗎不好意思 就像是在生態區的部分會這樣子 就是因為這邊這邊有高差 所以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帶狀的這樣子的地勢 然後到繁衝區也是就是會低的地勢 這樣子為主 就是可以藉由這邊的樹還有地勢去檢草裡面的干擾 然後最外面就是人為活動 然後還有我們呃有在討論過程中 我希望十分就是有在思考到是說 呃就是家庭污水啊還有那些農業的污染 要在這邊怎麼樣進行呃進化的部分 所以就像是在內側的話希望可以有做一些 呃像生態石有在考量像是呃成降然後曝曬還有進化的這些功能 所以在最內側的部分是保護區嘛 然後呃比較希望可以就是配置像是成降的 然後因為那些水質是有汙染的 然後呃比較不希望可以人為可以進入 所以這邊就是會像是會配置潛水的呃先人區的沼澤啊 然後會帶一些像是樹啊 然後會利用呃像是水形菜這些呃可以進化水質的呃物種帶進來 然後並且旁邊是就是像是副塵式植在這樣子 可以跟呃周圍像是馬路這樣做一些緩衝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們生態石是大大小小的 就是因為可以做呃不同的功用 然後到這裡呢就是有一些曝曬的作用囉 那曝曬的話就是希望就是比較屬於沉水部分 希望陽光可以去呃進化這些水質 這是第二個步驟嘛 然後會有一些也是像有一些 會輔導會帶進來 然後到中間的部分就是在這裡 可以人就可以開始稍微的進來 然後看到這個步道的端點 可以就是觀賞這邊比較屬於原始生態的水池 然後這邊有一個算是比較服務呃這樣呃 呃管理的 然後到這邊的話就是就是比較低度的勞動 那我們也花很多時間去討論到底這棟有不同 因為阿伯也覺得啊這棟不好看啊這樣 那我們就欸這邊也可以就是把它做為 呃像是 簡易的展場中心啊 或者是因為我們有 國中老師嘛還有國小 所以可以在這邊做一個 呃終點停留的一個解說和 跟一些比較的一些活動產生這樣子 然後還有我們 嗯然後到就這邊的話就是 這個步道呢是希望可以 就是可以呃連續到這邊的 呃這邊的活樂中心還有呃 最前端的服務的部分 那並且就是可以呃 在這個中間的部分是可以 比較清水的 所以不只是在呃 步道 規劃在那個水池的邊緣 也是可以有稍微做一些跨越的部分 可以比較呃清淨 那也希望可以這邊有很多魚啊 然後可以做一些觀賞 然後到最外圍的部分呢 就是屬於草皮和廣場的部分 那草皮就是可以像在這邊野餐啊 或是呃 遛狗散步啊 然後廣場就是可以像 一些社區的活動就可以進來這樣子 好那是整體的規劃設計 然後還有因為我們是黃老師帶領的嘛 所以有像討論到一些物種啊 像是大關鳩啊 那你到底來這邊是要讓他吃東西呢 還是要讓他這邊 呃 交女朋友咧 或是你在這邊住呢 那因為討論到就是大關鳩 是呃 他的那個 很高的數目 對 高的數目 齁 因為他 就是他的那個 生態活動 他是 因為他是滑翔的嘛 那他很容易就是滑一滑滑滑滑滑滑到車道上 其實對他的生命是有安全的危險的 所以我們希望呢 這邊是提供他是一個 住 呃 吃東西 不是像繁衍後代啊 或者是 呃 交女朋友這樣的方式 就是短暫的活動 然後像是討論到像飛鼠也是一樣啊 來這邊到底是 要給他做 提供什麼樣的環境呢 那我 一樣 他其實對 呃 環境 像是他阿伯會很擔心說 啊 那他會不會 來搶我們東西吃啊 或者是 對 呃 周圍的那個 會不會 什麼 會不會被 呃 干擾 他覺得 呃 為什麼 我很怕那個飛鼠這樣子 然後 討論結果是 其實他不太會 呃 會有造成人會有什麼樣的親近的危害 因為他本身也 多多少宅會怕人 那其實他們是需要 呃 高高低低的 副城市的植栽 去提供他一個環境就好 但是其實他 在這邊 不太適合 給他們做 居住啊 或者是 繁衍的地方的原因是 因為他們的 漆力比較屬於山區 那這邊比較適合 去給那個 他們 找東西吃這樣子 所以 考量站也會有一些 副城市植栽的思考 然後 總體來說 是這樣子 請問還有補充的嗎 我們這一組的同學們 呃 還有夥伴們 我們 我們要 準備要種高的樹 要種 種張樹 張樹 張樹 對 張樹在這個部分 他種很多張樹 種一些張樹 而不是很多 一些張樹 一些張樹 因為這邊有 曾經是張樹的 原來是張樹的 對 剛剛那個 鄭老師有說了吧 還有誰要補上 你要補充嗎 對 講的還蠻詳細的 其實也差過時間了 不好意思 這個還沒爭取的嘛 你們最精采的嘛 來來 大聲鼓掌 好 謝謝這一組 這一組 也是很有特色 好 我們 再來 你要拿掃吧 我也要打老師吧 好 你們這一組在哪裡 好 那你要幾個麥克風 你看你要演戲的樣子 其實就可以了 老人家說話 沒力了 老人家四十年住 聽你 因為 用村皮 私地公園 啟用典禮 經過一番折騰 還有專家學者 大家研討還開什麼工作坊 搞了半天 提了很多計畫 兩年前提了 終於今天完工了 我們就是把前面三個圖 的優點全部拿過來 用到這個完成的圖就在這裡 小弟今年六十五歲 我剛剛坐捷運 所以從這個捷運站出來以後 這邊有一個小路 有一個巷子 這是既成的登山步道 我穿過這個登山步道 來到這個側門 因為搭捷運來的人非常多 我們不要讓他這樣繞一圈 你們今天來不是每一個都在罵 一度走到腳在身上 那捷運來的 是從這裡出來就好 所以我們終於完成了這個計畫 我們這個計畫分三區 主要的區 活動區 這個護育區 這個反衝區 今天 我經過松山家昌 松山家昌就是我出生那一年 蓋的民國四十年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了松山家昌 六十幾年來的畢業學生都來到現場 你看怕你才有這麼多人 還有在地的居民 還有旁邊永春高中 永春高中的校友也通通過來 還有就是小弟我 當年也在這邊當兵 當一個月 所以我把在永春坡當過兵的人 通通叫過來 所以今天你看盛況空泉 那側門進來以後 我看到 妹妹小妹妹你今天來這邊幹嘛 來校外教學 你幾年級 我四年級 四年級 小學四年級 原來他是 他不是坐捷運 他是坐學校安排的 那個遊覽車 到了這個公車停車場 因為自從捷運通了以後 公車都沒有生意啊 所以我們要幫他安排出路 限定來這裡參觀的人 都要搭這幾路的公車 或者去門口把他載過來 所以公車在這邊下車以後 要從這本來既有的一個側門走進來 這樣動線就比較好一點 進到門以後 後來 本工沒力 後來先進廁所 廁所 我們這裡面有規劃三個廁所 所以進來以後啊 我們先聽聽簡報 還有簡報室 還有這個文務室 還有最重要的 最重要有一個東西 這是我辛辛苦苦到國王部 出給他要來的 因為這個地方以前幹嘛的呢 以前就是有 國王部的部隊 這個炮兵訓練中心 特別是四二炮 破棘炮 這個是國王部 他說無路人送我們一堆 四二破棘炮 才一丁 放在這裡 炮陣地 給大家看 大家知道這個立宿 這當初是軍營 我們這邊有文務室 把過去的一些文務弄下來 太累了先休息一下 對了我剛剛忘了 我經過這個 從這邊進來的時候 旁邊有防空洞的入口 各位要去看一下 不然是年輕人 小朋友不知道什麼叫防空洞 那邊有一個防空洞 進來以後 阿嬤,阿嬤你是來做的 我來種菜 你種菜喔 你怎麼沒帶說 福德貨幾號 我帶這福德貨七十三號 福德貨七十三號 我們這裡面已經有安排 兩百個來這裡 任娘 小菜府 所以每天有兩百個人 至少會跑來 照顧他的菜 還是你回去煮 生態教學 再過來以後 我們看到一下 我們這邊蓋了幾個樹屋 他們有的 他們講過我都不講的 這邊有樹屋 因為他們養的鳥 我通通我們這邊都有了 所以我們要鳥那麼多 我們要站在樹上面 在上面看一下 看那鳥回過來 而且最特別的是 我們現在發現他們沒講到的鳥 就是黑關馬路 黑關馬路 是因為這十幾年來還飛到台北了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飛回來的時候 他因為我們很親近 所以他就不怕 這個是我們 還有我們這邊也有那個側門 這邊還有一個側門 因為這一條 其實是既定的 現有的現存的登山步道 所以你不能讓步道這些人 這是到這邊來的基本觀眾 你要讓他方便進入 這個有側門都可以進入 還有這邊有側門也可以出去 因為這四壽山的建行步道 有非常多條 所以這個建行步道 我們都要給他 那個進出口 我們都要給他安排一下 還有什麼東西呢 對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我們這個濕地 還有這個綠地 都不用講了 我們的濕地還弄一個 那個淨水池 就是像昨天那個台中弄的 那個我們這是檢疫型的 把他的水過濾過以後 可以運用 因為我們旁邊這邊 松德路這邊有消防隊在這裡 沒水也是可以來倒吸水 這個水也可以灌溉 這個附近的林口公園 廣池公園 這個嬌花不必跑太遠 這邊就可以不但攻擊既有的 而且攻擊附近的 所以各位你今天來了以後 回去要趕快叫大家來喔 來參觀喔 這個永春啤 私地公園 我們這個 我們今天帶的班底 對還有一個文石工作室 工作者你有什麼要補充的 來 我想建議就是在路口的地方 成立一個工作室 然後希望里長帶領當地的居民 當志工 做一些導覽的活動 好 我現在決定 特聘你為志工隊隊長 要來參觀的 要安排找那個陳隊長 報名 因為現在那個黨群非常滿 欲參加重塑 沒有 那個 這個 輔導顧問 有什麼意見嗎 水雞 蛤 水雞 水雞喔 蛤 什麼水 這麼說 今天你不自我介紹一下 一起來做什麼 我是環境教育 國中生物老師 那主要 那我講 步道上面 好了 那我們整個 這邊是活動區 那這邊是緩衝區 那這邊是緩衝區 那神大學 剛剛有講過 那我們整個步道就是 繞過來就是希望 每個區域就是會有不同的教育功能 像我們這邊是蘇林區 可能會介紹一些蘇林區的一些知識 然後導致別人會進入 那個師弟區會教育 學生一些相關師弟的知識 那不會深入 就是在最外側的時候 進行教育 然後這兩處是我們環境教育中心 然後這樣的甚至 還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什麼 圍牆 對對對 非常重要 現在 要把圍牆拆掉 讓圍牆倒下來 這邊本來要有圍牆 因為現在 既然是登山公園 而且既有的那個 登山客很多 這邊現有的圍牆 我們要拆掉 把圍牆拆掉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還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 找老師 不要來找我 我今天到現在 這個完成以後 我也可以含笑 去啦 蛤 翠鳥那個鳥都有的 連飛光馬路都來了 不用怕 我們還有很多鳥都會飛過來 沒有的也會跑出來 有沒有 翠鳥要講話 翠鳥要講話 翠鳥要叫兩聲 翠鳥叫兩聲 翠鳥在哪裡 翠鳥在哪裡 翠鳥 翠鳥的聲音應該要戴口罩 沒有沒有 翠鳥它喜歡深淺的水域 所以這個是 表示深的水域 很深的喔 不是那種普通的 要把它恢復到皮字號 不是那個臭嘴糖而已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這一組合作很好 唱作俱佳 好 OK 我們四組都分享好了 我特別覺得這一組的 你瞇著眼睛看了 藍色跟綠色的比例來看 剛剛這一組號稱是最大的水域 這一組看起來是水是最少的 然後綠的比較多 我剛剛預期這一組都是設計師帶的 看起來是不是有這個成分在 你看 通通都是紅色跟綠色 所以主緣是強的 對 主緣你是 設計師特別講 他這是我們主緣 喔 這是你們主緣 不要改了 全都告訴我 這一次是桌上 沒關係 每一組都有特色 這很重要 好 那我們 幾位老師 有沒有要分享一下 來 余波有沒有 沒有 等候咧 有沒有意見 要看一下事情 那些都是天馬行空的做啊 我覺得無可厚非 這樣喔 但是到了現場了以後 要做一些調整 是 我有這樣一個idea 有這樣一個構想 但是不見得有辦法 真正去去落成的時候 讓我們的心態不要 不要失望 不要覺得說 你們都沒聽我的 我就說這麼久了 有水 有水 有水說到沒什麼 那樣子的一個 那個落差 我們自己心裡都要很清楚的說 有一個期待 但是 不見得一定會完成 但是 像剛才有一些 像 最後一組的這個部分 那個地方都是 都是 你對現場不小心 都很清楚的去 去掌握住 那個地方都是邊坡 很陡峭的邊坡 你把它拿來做水域的這個規劃 反而讓這個 非常自由水面 比較空曠的一個空間 沒有去把它發揮出來 我覺得跟現實的狀況 已經就是對於狀況的沒有掌握住 對於現況沒有掌握住 所以這個是 對於在這裡頭 我發覺最大的困難點在這裡 好 還有沒有 沒有 四位老師還有一位在哪裡 宇波 宇波 德豪 利平 我們差假假以後 我們這一組其實 我忘記講 我們這裡有一個很大的 這個爭議點是 連伸的這一條 還有這邊的這個 環湖的這個部分 因為 離島妹也帶到一些 居民的需求 像這個原來既有的入口 需要讓居民可以進來 然後很方便的這樣走 但是因為 扮演動物角色的這些動物們 就會說不行啊 這樣好像會干擾到我 所以這可能就是 這兩邊的折衷 要怎麼做處理 還有這個路島 這個 跨湖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一定需要 因為要是以居民的力量 當然要是能夠環湖 有一個景觀 然後又方便走 當然是 比較需求的部分 那是不是我覺得 也是在規劃上 可能要在思考的地方 這樣子 比較不錯 好 謝謝利平 我們把每一組 其實 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想要怎麼做 就記錄下來 所以我要發問一件事情 你覺得你的肖像權 不要被我放在我們的片子 或網路 或是報告書上的幾種 那趕快告訴我 我們要把他打馬賽克喔 都OK啦 都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我們就會 你們都會在報告書 或是在 也許在YouTube都會可能會出現 因為你參加了這個工作坊 這是非常驕傲的 每個人都提出不同的想法 那我分析一下 我們觀察 基本上這四組看起來都 看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 生態的最重要的區域在什麼地方 不管是從 剛剛比較強烈的 有一些地理多的 他其實還是看到這一組的 生態敏感區 所以你看到 四組的生態敏感區 你也都放在這邊 怎麼講 因為我為什麼會做到那個地方 是因為他有一種 虹山溪跟暴山溪的 所以我會流到那邊 會流區 所以我們才會坐在 靠近那個 山坡旁邊 再做一個 做一個 那個 那個 血紅池的房子來處理 就是讓他做實地 為什麼我們把它放到上面 因為放到上面 我們真的沒辦法去處理那一塊 那所以你要再去引到他過去 所以我們當初的想法 都是放在這一塊路口 不然還有老師 還有什麼 需要我們的改進的理由 不是說這個 那是說這裡 這邊很 那個坡度很陡 那高力落差 至少 五六米吧 五六米 五六米 那這樣你把它放水的話 對上面的停車場 危險 會有危險 那在構成上面應該 可以去克服它 那如果可以用選擇 比較便宜 或者比較任何的話 重地利用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只是考慮說 因為他虎散心跟豹散心 兩個水域 過來這邊 所以我們考慮 大陸我剛剛說 這一區大概沒問題 我的意見是這個 那個分邊那個 那可能我再考慮一下 那可能靠了我們現在這邊 對 你假如靠中間 這個Change一下 其實就差不多 對不對 那就可能一位一下 對對對 那 那 反正這一組我要滿足 這麼大的利益 我們要來再評估一下 那 譬如說到 需要到簡報室啊 細水兩點 這看起來好像 每一組有些想法 也大部分都一樣 尤其是看這個 這個 平地形的這個地方 大概都是比較是 開放型水域 這一組也是一樣 這一組的開放型水域最大 連鳥類在哪裡 它都預測了 最好是這麼準 把它拍起來 不過我覺得都是很好的想法 很理想 就是哪些地方要有 其實因為它 有設計的喔 什麼樣的 鳥類需要什麼樣的水域 深淺 其實它 都有它的特性 所以 四組我覺得 都有很大的 那個 可以借鏡跟 可以 幫我們提供一些更好的機會 我們本來今天 本來就是想要得到這樣的訊息 讓不同的方向 都可以給我們一些影響 重點是大家都看到 不相的影響 我覺得我們要慢慢 然後習慣 甚至我們要更多更多的機會 提出 我們對這個基地環境的對應想法 我們只是 我覺得今天 我們自己幫那個團隊 會有點 我覺得樹 不太理想 因為要真的拿那個 有樹冠的樹給你們種 種起來你會更精彩 就知道那個樹冠 密度跟疏度 所造成的效果是什麼 裡面疏密 其實還是有環境不同的地方 用指檢 雖然比較快 但是 看起來就一片一片的感覺 沒那麼具體感 下次我們假如還有機會 一塊來參加這個的話 我們會改進這件事情 好 所以 看起來今天的過程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收穫 那我們會把這紀錄放起來 作為大家的參考 我們專業有沒有要補充 沒有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剛剛大家 有一個投票的成果 來看看我們投票的這個大史 看起來很多點都蠻受歡迎的 這個十種 我們叫做鳥類或是昆蟲或是兩漆 是我們預測一定會發生在我們的基地裡面 假如我們有做到這個四個 那個動物在這個基地裡面出現的話 就沒有成功 我們應該希望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成就跟需求 那大家對於這個喜好 他所謂的代言人 代言人 你看喔 這個票數整理出來了 最少票的是賀樹蛙 這個選手八 這個選手八 大概你們是對他還不太了解 還是怎麼樣 分數最低 那再來一個是選手就是 那個功德四蛙三票 所以蛙好像沒那麼受歡迎 但是速蛙可能是受歡迎的 他被強調了 他是明星啊 明星喔 但是這裡 中搶已經是速蛙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 跟中搶再討論一下 誰是代言人 但是看起來最重要的 我們還是得到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代言人的統計 這是有一個皇冠的靈角蕭 好像看起來是不錯的一個成果 就是靈角蕭在台北市 還沒有任何公園是他是代言人的 那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物種的現象 有他的話這個生態性是不錯的 是不是等候 他在生態區位裡有算是很高階的 很高階的 高階的 很高階的消費者 是 他安全的 意味著他整個旗艦是安全的 這樣子 好 所以靈角蕭選出來 欸這位阿伯 問題是靈角蕭白天看得到嗎 喔你要白天看得到 對啊 來的人看了半天 他什麼時候出來的那個高階老師 幾點才出來 晚上啦 晚上喔 其實 美女都晚上 只讓人家看 見光就看 見光死啊 哈哈 天子樹上面曾經白天也有 但是他是在休息在睡覺 也會被看到啦 但是 基本上人去看他 基本上是 去吵人家啦 那 你還是要尊重這些 生物的本來的習性 假如真摯它的話啦 以後我們其實是會有一些 那可以聽到聲音啦 對 或是說有些觀察 觀察的攝影 然後放在螢幕讓人家看 你再這樣子吃 真有了欸 我們把它記起來 等候我們的聲音 就是你這樣 蛤 白天拍 這張是白天拍的 對 那在哪裡拍的 職務員 職務員 所以已經在我們這邊 好 零腳銷 現在目前我們今天來參加的朋友 就是 他是最多票的 我們今天的成果 那我們還會繼續在 徵求一些 在地 像也許也要里長再幫忙 看看 李明的投票的狀況 沒看過 沒看過才珍惜啊 珍貴啊 像 藍雀每個地方都喜歡 但是藍雀這裡只有十二票 那藍雀已經到處都有了 這種剛剛說的 物種最高端的 很高端的 藍雀有這個都還不見得有 這是很珍貴的一種 那藍雀蟲剛剛早上已經 連大人身體公園都有 我們這邊 哎呀 已經有 或是會有 但是不用 不是太稀奇啦 因為他本來我們就是 最早的 應該會有的物種 所以 今天選出零腳銷 所以我們暫時這樣 得到這個 這個 榮耀 好 我們鼓掌 先恭喜 好 謝謝你們 OK 那今天 我們大概整個 工作方 還有早上 做檯 今天工作方 有一些成果 這些成果 我們很不容易 得到四組的這種方案 我們會把它累積起來 也變成是我們 報告書可以參考的內容 所以你們的一些聲音 其實是被大家聽到 包括我們 公佈我們的那個 那個 那個大電話的處理都在 那整理一下 我們會把它做一次報告 那像是我們還有機會做 說明會 或是 還有 今天大家都想說 能不能成為這裡的志工 也可以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的來 參加和報名 還是跟我們講 那我們就開始來 剛剛其實很多老師都說到 要做這件事情 要讓他成功 所謂成功 就是我剛剛說那個 十種物種會在 要花很多時間 我們必須要開始做規劃 要好的環境 他們才會在 但是也要好的經營管理 跟繼續的照顧 關心它 才會讓這個環境 可以保持這樣好的機會 讓物種都在 這個物種當然 有一個 物種一定也在裡面 就是我們本身 我們人也可以在這邊休息 可以在那邊 做非常好的休閒 然後跟這些動物們在一起 所以剛剛有提到 那些步道的事情 我們會謹慎考慮 像方便性 或是說 他 像這個案子 他真的 這邊的裡面 以後就不要繞一圈就對了 直接坐公車 意思是這樣 但這樣的方便性 是不是干擾到鳥 或是其實輕度的干擾 或是怎麼樣來控管它 其實中間有個島的話 那個橋橋抬高來 看起來也不見得干擾性那麼大 這是有設計的方法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建議 我們就看到了所謂李明 對於這邊的期待 OK 所以四組 待會我們希望跟他大合照好不好 那攝影師待會會會站在上面 那我們每一組就拿裡面的 每一組的成果 然後站在下面 那有些人 下面大概是兩個人拿著板子 然後其他人都要上面來 那我們來做一個大合照以後 就結束我們今天整個活動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往前站 往前站 謝謝